你收看的頻道是牛奶大師師師師才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大師2K小猛王的遊戲是12魔王子塔 現在我們要來看我們奇亞的故事 懲治壞人 然後奇亞這張卡是我抽最絕的一張 35抽沒有一張中奇亞 沒有一張中奇亞 圓越高的黑夜移到黑夜防過高牆變靈橋落地 心動中沒有發出半點思想 它停住在一重破廟前 破廟常破的快要攤下來 我不是被叫風頭怪物騙了吧 這裡怎麼看也不會有人住 來自另一個世界奇亞被風頭要求去對護大花蛋 並把大花蛋奪去的財寶歸還給村民 才能回去本來的世界 風頭說完便消失了 奇亞只好按照風頭的指示 來到樹林中的一座破廟 大花蛋就產生於此 但是現在只能相信那個家伍的話 趕快調查這個破廟吧 盡快搞定事情回去原本的事件 他放輕腳步走進破廟 打起精神尋找可疑的人物就在刺濕 他瞥見一隻以兩角行走 身穿衣服和皮靴 賊眼眉賊眼的貓迎面而來 那一定是風頭所說的壞蛋 好 請射手圍牆 哇奇亞 六顆暗珠 好夠 靠我必殺一擊 蛤 你是誰 為什麼吸氣我 這邊又有苦衷了 嗯 好應該可以帶走了 嗯 我媽公爵才不是神有的燈 好 奇亞與貓公爵對峙 貓公爵戀謀 若求冒出利爪 喵一聲從小奇亞 雖然揮霄右爪 但奇亞已帶著 有點友誼的表情 側撐屁股 貓公爵沒有停下攻擊 以高速左右擊出貓犬 但奇亞都屁股 你身長真的很不錯呢 不好意思 我在趕時間 沒瞎 沒瞎 沒瞎瞎和貓咪玩 沒瞎瞎 城市壞人 好我們再來第2個 第2段的昇華劇情 搶零食的大壞蛋 奇亞的大破壞 尋找奇麟村民的大壞蛋 搜索時間 奇亞找到刑機可疑的貓咪 並以貓咪打了起來 急於回去的奇亞 決定速戰速決 其中精神張開雙手 閃電在掌心間並列 頭髮豎起 面對渾身上發逼人破裂的奇亞 貓公爵不得不退後 擺出架式防備 臉上出現慌張的神社 那是電 我才沒見過這種攻擊 你究竟是什麼人 我是獵人 九顆 九顆暗珠 我要奇亞 是直接臉 放心 我會手下留情 我不會認 什麼 他竟然消失了 喵 他剛剛是要說我不會認輸吧 九顆喔 浪費一顆 一二三四五六 啊 啊啊啊 不小心消到 哇 嗯 哦 為什麼啊 你只有這樣 哇 尷尬 真夠嗎 五 六七八九 夠 剛好 OK NICE 好 是我贏了 呀 可惡 身體被電麻痺了 動不了了 嗯 奇亞的光好像比較簡單一點 我還有三隻獵人角色沒昇華 奇亞方的神速攻擊並用帶電力打擊 即向慢工學 雖然已把輸出率降低 但也足以令慢工學麻痹 奇亞把慢工學雙腳綁起 並掛在附近的書上 通知從口袋拿出油外解 拿著羽毛 把財寶 撐到哪裡啊 財寶是指頭 完全不可明吧 哎 聽上 不要刷我腳底啊 是你奪手 財 財 財名的財寶 村民的財寶吧 喔 錯字喔 還不快點 快點坦白 什麼 我不是 我受臣民所委託 來對付大花蛋的用病 欸 真的嗎 啊 誤會一場 誤會啊 一切都是誤會啊 誒 你自己體力要多少 20 得知貓物絕病 被大花蛋 其他彼此為他鬆綁 並向貓物絕打聽 原來大花蛋也所 連同手下搶走村民所有小孩的零食 軍民抓捏通貓公爵隊幫忙對付壞蛋 並奪回被搶走的零食 什麼 財寶優然只是零食 可是搶走小孩的零食的人 是不是肯原諒了 對 不然好好教練這種沒血沒帶的混蛋 這種可以叫人怎麼厭下 對零食之作 但其以貓公爵化了以為有 並相約一同對付大壞蛋 男人繼續探索破廟 走著走著貓公爵腳下的地板 常常咔嚓一聲 隨即警報撤降整座破廟 破廟的四周盾 盾時亮起無數火光 原來貓公爵觸發了破廟的機關 進中這種陷阱 你這是傭兵團長來嗎 我當然是 都敢一直跟我談話才會分析 我都拿著這種低層次的陷阱 這時他們聽到背後傳達了 分鳥的 噴踏的腳步聲 後來轉身後來見一隻以藍角走動的大個兔 帶著眾多小小怪怒氣衝衝衝衝衝衝向他們 有入侵者 救救他們 還好 只有一隻 應該 喔 蠻不痛的 欸 看怎麼轉 OK 嗯 嗯 嗯 哎 這樣 好過了 可惡一個一個接一個冒出來 騎啊這邊 嗯 騎啊貓公爵且戰且退 走進弄大房間 房間中央高台上擺放一隻巨腕 騎啊向貓公爵打著手勢 貓公爵點頭和騎啊一同繞到巨腕後面 並將腕至台上用力推 巨腕至高台滑下並飛向敵人們 他們來不及避開狠狠撞上巨腕 胖一撐巨腕響起地人們全速昏倒在地 巨腕因此一翼而破裂 撐完的東西流上一粒 這些黏醜醜是什麼 而騎啊貓公爵想上前查看巨腕中心時 一隻生物在他面前 那是全身長滿結實雞肉的壯術兔子 壯術兔子狠狠定做7哈棒公爵 雙毛帶著吃的怒意 不是導藥兔子那個暗獸吧 沒體力了 弄一下我的禮包 禮包有一些那個體力要記齁 我靈魂還夠吧 因為他有三隻要解 對是他沒錯 他叫什麼名字啊忘記了 那個好像也是打關卡 哪個關卡得到的 以當時來說滿好用 致命屬兔 你快進把火人王打翻了 因為7哈棒公爵用巨王撞擊敵 而令巨王碎裂 成功的東西流洩出來 引得巨王主人 超強壯的兔子屬兔出來 他怒氣匆匆舉起巨鎚 揮向7哈棒公爵 眼看巨鎚快要敲下來 7哈棒棒公爵然後往後一跳 必屁過巨鎚 好像快沒電了 喂 把盒都湊過來 原來如此 好注意 你們把我最新造的麻索都打翻了 我絕不放過你們 這是 有毒性的 哇 沒攻擊到 可惜 嗯 這應該是最後一關了 小鼠星浮石連擊會令全隊攻擊無效 OK 沒有按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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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身 迴避 首個發動敵供給的一人 嗯 嗯 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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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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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 6 6 七爺已驅之造出殘影 被迷惑的鼠兔开始胡乱攻击那些殘影 趁着这时机 七爺一猫公爵一同朝鼠兔发攻攻击 一阵巨小的鼠兔缓缓跪倒 控制使人已聚锤支撑身体 七爺一猫公爵互相击掌 已表示胜利 我心制造给主人的麻吉都没了 你们爱怎样变怎样吧 你是为了造麻吉给主人吃了 抢走零食吗 对啊 最近主人工作很辛苦 早上做好这些好事 让他打起精神来 但你也不能操作大家的零食 这样小孩也会很伤心 对不起 哎 总之先把零食还给大家 我知道了 七爺猫公爵监督酷使将零食归还给身上的小孩 此时一名居民拿着一袋零食 都在猫公爵面前递给他 原来就是他接受委托报酬 猫公爵将零食递到七爺面前 好的 好大大 这一就送给你吧 这个给我的 真的吗 谢谢你 震荡奇亚结果临死时 他脚下忽然出现一个魔法症 风头再次出现他命前 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现在就由我送你回去吧 哎 等等 我还没拿那些零食 风头问了奇亚说完话 继续施魔法 炫目了光芒包裹的奇亚 不消一刻 奇亚便回到本身的世界 他缓缓行 缓缓行转 带着疑惑的 带着疑惑的坐骑身 我为什么睡在这个地方 糟了 已经这么晚了 好啦 那奇亚的故事到这边结束 希望我们频道欢迎我 欢迎到影片左下方的图片 按下订阅 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记得打开 铃铛记得把它打开 这样我更新影片 你就能最终到最新的消息咯 谢谢大家这 继续收看 谢谢 拜拜